《言文哉族》 書接上回 上回就講到 鎮守邊關的御史張陰 因為怕皇帝出關 會做到蒙古騎兵出事 所以把心一橫死都不肯開關 那個諸侯朝是生氣得發發跳 是有此理 我歸為一國之君 我要出關玩一下 你小小一個巡婦 你居然敢不開關 讓我來炮製你 就在這個時候 內閣那兩個老家伙上氣不接下氣 追到來了 日見到皇帝 哎呀 阿彌陀佛 找到你了 兩個就跪下叩頭三夫萬歲 求皇上開恩 哎呀 麻煩你回去京城 在宮殿玩好了 不要留在這裏了 我們這兩個老家伙 骨頭都硬了 再走兩次就散了 就是了 那個諸侯朝前面被那個實聲阻攔著 後面又有這兩個老鬼來都纏著 哎呀 不玩了 不玩了 沒有了興致 打到回府 那這兩位內閣的大臣呢 梁柱和蔣面都是李東陽推薦的 這兩個人是久經患海 月曆豐富 很多大臣他們都敢作主的 這回便束手無策了 根本沒有辦法處置 當然啦 啊 諸侯朝是五百年難得一二個運勢魔王 你這兩個想搞定他 說得那麼容易嗎 那回到京城呢 這兩個大臣就加派人員 日夜盯著皇帝 怕著他再出去玩嘛 啊 一年幾日太平無事嘛 皇帝又居然規規矩 在宮中喚灑 啊 於是大家就鬆一口氣嘛 你以為他變姓啊 不是啊 他在等待時機啊 他打聽到 哎呀 守關那個殺聲張音 出去巡視 好 過晚半夜 這個仰吾淳的運勢魔王 又是騎馬衝出德聖門 第二天 第一天 早 掌面上朝見皇帝 迎面就撞到梁柱 梁柱大聲啊 哎呀 又扔了 又扔了 兩個老家伙說話都不多說一句了 騎上快馬帶領隨送去追皇帝了 哎呀 撞著這樣的昏君 你當大臣的你就當壞了 不過這次更加撞邪 追極也追不到 原來朱口招都學精了 上次被你追到這次他就精了 去到居庸關之後 他躲起來了 派人去查清楚 張音確實出了關了 他才帶領隨從衝關 為防萬一 他還派朝中八虎之一 那個谷大用 帶領人馬守住關口 不准人追出關 等到張音接到消息 立即趕到回來 已經無影無蹤 朱口招這回正是自用相傳 成功闖關 這是歷史上有名的出賓事件 真是足以和五子衰過關 相比美 這樣也充分說明 這個朱口招 確確實實是個昏庸無盜之棍 不務正業 專做選人又不利己的事 是不可夠弱的昏君 不過呢 有人還讚他 說他還算好 手下留情嘛 本來他應該殺了個張音 這小小一個御史 居然敢阻我皇帝出關去遊玩 最大惡極 殺你用什麼 他沒有殺他 而且還躲起來幾天 然後才出關 那就算他多有良心啊 但也有人說 當然是不殺了 你當然是拿了 捉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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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繼續躲起來 Band 還有 Lyndην 殺人在過關上有什麼好玩嗎 我幾傾向這種說法 不管怎麼說也好 這個朱口招就會由因 collective 潑出鑼關 出去一下 看,啊,无边的滚滚黄沙,抬头只见肃杀的万里长空, 而边不断传来呼啸的风声,现在就是关外了,已经身在居庸关外, 这里正是蒙古骑兵出没的地方,是一个十分十分危险的地方, 但是我们朱厚照就十分十分兴奋,他就是要追求这些刺激, 他心中中藏了一个很多年来没说出来的愿望, 今天就要在大沙漠中实现,事实上朱厚照之所以这么执着, 一定要出居庸关,除了要过一些冒险的引头, 要表现自己的胆量,他还有一件事,他想要见一个人, 这个人在名史上称为是小王子, 下面我们要介绍一下这位小王子的出身, 经历和他的封攻遗迹打,小王子是一个不得了人物, 在正德六年,他统领五万人马入侵河土, 击败守军,抢掠一番, 仅仅过了半年,小王子又来过了, 这次是带领六万人马入侵陕西, 又是抢掠了大批畜生财物, 又过了两个月,小王子又统领大军进攻孙虎, 这回就厉害了, 连孙虎的守备和盗指挥都杀了, 到第二年,他又进攻大同攻陷白羊口, 守军无法抵挡任由他抢掠一番, 到正德九年九月, 小王子又是统领五万大军再次进攻孙虎, 占据了淮安, 遗州, 中横百里杀人放火, 示意抢掠无人可挡, 其实这些记录十分不完整, 还有很多字还没写出来, 我们中国地大物博人财济济, 你在历史上要提你一次的名字都好不容易的, 有些人多出名都好, 在史书上都提一次的, 哈哈,这个小王子, 他的大名不断在史书上出现, 有时一年出现三次都有的, 我见他真是威风得狠, 喂, 他到底何方神圣这么厉害呢? 要介绍小王子就要由土木堡之战讲起, 那阿拉的首领二仙在土木堡打了大声仗, 消灭了明朝二十万大军, 但是后来他攻打北京, 被于谦打败了, 实力大不如前, 最后就被他部下杀了, 二仙舍之后, 阿拉就日渐衰尾, 另一个部落, 达旦就乘机壮大, 小王子就是达旦部落最畅烈的人才, 最优秀的军事家, 在他指挥下, 不断入侵明朝的边境, 可怜一个堂堂大明王朝, 居然无一敌手, 所有的明将都败在小王子手下, 不过这里要讲清楚, 那时候明朝的旧姓, 黄首仁还未出身, 后来小王子越来越放肆, 在政德十年, 他居然带领十万大军大举进攻边界, 还有明军的地盘, 杂营过夜, 营地足足有七十里, 可见他放肆到什么程度, 简直目中无人的, 小王子长驱直入, 一路抢一路杀人放火, 明朝的军队那些躺通一只乌龟, 宿买到不敢和他对抗, 也不是, 根据明史的资料, 虽然每次都打败仗, 不过又一次打胜仗, 大家听我说一下, 话说, 明朝出名的将领, 球月, 这个球月, 非是无名之辈, 大家记得, 杨一清带领大军, 去平定凡皇安化皇叛变, 杨一清的大军, 都未到他的手下, 球月就带领人马平定了半年, 可见他确实是有本事之人, 这次是不知道怎么办, 但是你听一下球月说的, 他描述这次大圣上的经过, 他说, 小王子近日大举侵犯沙河边境, 本将军统领大军进行頑强抵抗, 终于击溃敌军, 战果里里共杀敌三人, 不是,不是, 你不是说错了, 处得大胜杀了三个敌人, 原文是这样写的, 你听着, 暂兽三级, 也就是杀头三个, 自己的损失也不是很大, 死亡二十几人, 伤者不计其数, 被抢走马匹一百四十匹, 这样的数字对比, 喂,喂,喂, 到底谁姓谁富呢, 哎呀,不用多说了, 后世自有功论, 什么大成长, 大混账啊,真的, 的,由此可见, 这位小王子的利害, 他就成为大明的透号杀星, 个个人听着的名字都摇头叹, 哎呀,这个人真是难搞, 不过有个人例外, 就是皇帝朱口照, 朱口照和他父亲, 朱有堂就不同, 朱有堂就是热爱和平, 不喜欢惹是生非, 朱口照的不是啊, 和他父亲刚刚相反, 最喜欢惹是生非, 不是,不是, 他不是惹是生非, 他无是生非, 无风起浪, 平时他又喜欢武枪弄剑, 皇帝常常找人比武, 个个都怕得他都让他了, 那他当然赢了, 于是就飘飘烟, 认为自己身怀, 绝技天下无对手, 听过说蒙古那边有个小王子, 也是个军事天才来的, 那么诸口照, 既然在国内都无对手, 就想出关, 跟小王子来比个高低, 于是他就由那些手下安排, 终于偷偷闯出关外, 他知道小王子就在身边, 没多远的地方, 这个明朝的大臣一听到他小王子的名, 就民苦识变, 在我们诸口照眼中, 他根本就不是我对手, 诸口照, 满腔热情, 在这里找到小王子来决斗, 所以日路快马加鞭, 就去到孙府, 但是孙府住了几天都十分失望, 看我这儿太平无事, 不见蒙古人的踪影, 于是皇帝就离开孙府, 继续前进, 这回就来到边界的最前线, 军事要地阳祸, 之后就决定, 我就住宅阳祸, 我要亲自坐镇边关, 一定要跟小王子缺一高低, 没多久, 在大同总兵黄昏就收到一封奇怪的书信, 信中就吩咐他要认真守卫城市, 要加紧练兵, 后面还扔着他很长的大印, 大印的名字很长, 你看看, 总督军无威武大将军, 总兵官, 真是唱, 黄昏就恶言, 我自己读书不是多少, 但是我早这么久官的了, 对官员的级别, 即称, 我很清楚, 哪有个这样的官家, 公民内容口气就十分大, 不知开玩笑, 好像诺命令那样, 到底是谁呢, 查理查理, 哎呀, 原来是当今皇上, 这个又长又古怪的总兵官封号, 就是皇帝自己封给自己的, 这个昏君, 他这次去沙漠, 要挑战小王子, 那又不像是北京的嫖妓女, 那他又有个名分, 有个封号感, 才够威才能吓人, 所以就按了个又长又臭的名, 什么什么大将军, 什么什么总兵官, 他这么搞, 就令到边关手上, 瘟头转响都不知道怎么算, 哎呀, 我怕你了, 就看这个昏君, 就快点回北京享福, 不要搞搞阵, 搞我们无所适从, 谁知他就硬不肯走, 他一定要在那儿等, 要等到小王子来为止, 哎呀, 都知被他等到, 小王子这回就不请自来, 不单止是自己来, 还带领五万大军一起来, 镇守大同的总兵王昏, 一接到消息, 立刻就品报皇上, 军情紧急, 请皇上尽快离开危险的地方, 快点回北京, 皇帝就发火了, 混帐你了, 叫我回去, 我就来镇守这里, 要跟小王子决斗的, 朱口照, 就吩咐黄昏, 你立即集结军队, 北上去迎击敌人, 黄昏接到这个命令, 哎呀, 真是哭笑不得, 这个皇帝完全不懂军事, 当打仗就玩泥沙, 我现在手上得击这么多兵力, 如果我能够守住大同, 又已经了不起了, 你还要北上去进攻敌人, 哎呀, 这回实死无疑, 我死都无所谓, 但是如果皇帝出事, 我就老婆, 子女都要杀头, 灭三族了, 哎呀, 皇帝命令, 明知死路, 你都要照行啊, 没办法了, 黄昏就只好大兵北上, 听说, 林出发一会儿连棺材都买卖, 安置好老婆子女, 准备好后事, 想着这回又凶多吉小, 有去没回的, 但是呢, 在阳和的朱口招, 十分兴奋, 情绪高涨, 盼望已久, 终于有机会大兴伸手了, 身边我江斌, 他当然不是好人来的, 但是, 此人有很强的军事能力, 他就劝朱口招, 不要出兵北上了, 他认为靠黄昏, 这些兵力, 没办法跟小王子对抗的, 朱口招根本就没理睬他, 他就继续调兵衔抢, 哈哈, 这个昏军, 牵涉到几万士兵生死的大事, 他万不惊心, 想都不想, 好像吃饭点菜那样, 逐个来都点仗嘛, 其实身边那个江斌, 就吓得抹大口, 吐气都吐不了, 到底这个昏军, 怎么来到指挥这场大战呢, 欲知厚思如何, 赤得下回分解,